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能请到索达杰看部先生 来我们这地方进行演讲 今天索达杰看部带来的报告是 药师佛以中医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看部的演讲 曾经的陆院长 还有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利用下午这个时间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和沟通 对我来讲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最高的中医科学院 我感觉这里非常殊胜 这么多的医学工作者 一方面研究 学习 中医的传承和理论 同时呢 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这是今年传递给我们有缘的人 这就是对当前世界来讲 极其难得的一件巨大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呢 可能也谈不上什么让大家特别满意的一些意义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讲 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虽然可能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地域 有不同的兴趣 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治病救人 也就是说 你们在座的很多人 充实工作应该是最高尚的 你们的这个职业呢 最纯洁的 从我个人认为呢 我对医学 尤其是当医生呢 是很早以前的一个梦想 我在三十多年前呢 刚刚读中学 读初中 读初中要接近毕业的时候呢 我很想当一个医生 当时 我又有一个亲戚 一个老医生 他是学藏语的 我要接近 接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 也就是说初三的那一年 我到他那里去看病 结果他在治别人的这种疾病的同时呢 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一种医乐 我想我今后呢 一定要当一个医生 后来我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尽量想 就是不要考上 就是应该是在他那里学医 但是后来就没有想到 就是已经靠上去了 其实这是我的人生当中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我自己的愿望 很想当医生 从此之后呢 我看到不管是 学西语的 学中语的 学藏语的 还有在印度那边呢 学印度的这个医学的 就这样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就非常这个亲切 虽然我没有当成一种 一个医生 但我后来 我自己对自己安慰 就是说 我表面上是 我是一个老师 是出家身份的一个老师 但我实际上呢 我也可能算得上一些医生 因为我在三十多年以来 一直尽量地给别人 讲一些佛法方面的 治一些心灵的疾病方面呢 我也不断地在 在努力这 所以在某些上面呢 我们也许有一些 共同的地方 人只要有一种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向往 共同的梦想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的兴趣不一定很一致 他的所有的 这种文化不一定很一致 但是也有共同的愤怒 因此我想今天 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有一些交流的话呢 也可以寻找一些 共同点 那么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呢 想跟大家说一下 中语跟我们的藏语啊 应该有很多比较相似的地方 因为曾经我对藏语呢 也了解过一些 我在佛学院上学的时候呢 也学过一些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的中语呢 实际上就是 亡文文切 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在我们藏语的 这个理论和事件当中的话呢 都是离不开的 在藏语当中呢 就是这个菜药 菜药呢 跟我们中语 就许多相同的地方 著名的藏语都有一种说法 说是高明的一生呢 对山上的所有藏的草呢 全部都是药 应该都是药 那么就是高明的一生呢 就是对人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呢 就是都有直接和间接的 一些治疗这个方法 那么这样的话 从草药 就是我们中语里面的 经常的一些草药呢 就是通过这个被这个 这个弹阳啊 或者是阳光啊 或者是银笔的地方 这个塞的这种方式呢 在藏语里面 也是是完全是有的 还有我们中语的霸脉 就是在藏语当中呢 也非常讲究 而且藏语的这种霸脉 我曾经也是学过一些 就是整个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无脏路腹 就是或者是外科内科 就是这些呢 都是通过这个脉络的这种方式来 了解这个病情 还有呢 就是张药呢 就是他可以看这个病人的色态啊 还有就是看他的眼睛呢 看他的整个全身的身体啊 以及呢 就是在我们中语当中 经常所强调的 要问病人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情况 包括他的饮食情况啊 就是他的睡眠状况啊 等等 这样的话我认为呢 应该是在藏语的 很多的理论呢 跟这个中语呢 非常这个相似的 那么他的离世的话呢 应该远远超过细 就非常悠久的 就这一点我们在座的 大家呢 都是是这个专业 专业的这种学科啊 所以是非常清楚 因此从我的看法来讲呢 中语的这种治疗 跟脏语的治疗呢 实际上是对 整个人体的一个整合性的 应该一个整体性的一种治疗 大家都会说 是西医师看这个 治病 中医师治笨 但是这是口头惨 就是说的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真正能了解 能心里面完全认识到这样的真体的话 很多人呢 自己都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我个人而言呢 应该是对中医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是 学任何一门课呢 首先是你自己对这门课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有了这样的信心以后呢 你会追求 有追求之后 就是才能有成果 因此我想呢 比如说我们事件的任何一个东西 他了解的方式呢 也有整体性的 也有一种拘捕性的 那么像这个藏语的话呢 也跟中医一样的 我像汉地的老子啊 他在道德经当中 也是说就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什么道 道法自然 就这个人天合一的 人天合一的 这样的理论呢 现在也许追求新的 科学的 或者是追求西异的 很多人呢 看得非常简单 看得非常简单 但我们这个宇宙万物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一个世界 内心是一个世界 我们的天地万物 整个世界呢 也是一个大的庞体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这样的世界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身上所产生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呢 实际上是 它有不同的因缘 但这些因缘 我们也许通过一些吸引 或者是通过一些现象 来观察它的现象的时候 也许呢 就不一定是非常忧虑的 现在这个世代啊 是个比较特殊的世代 有些信息 就可以就翻了于世界 有些信息呢 虽然它有价值 但是人们不一定人可 因此我们像中义和藏义当中的 个别的一些密论的话呢 在我们世间当中量化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困难 任何一个事物呢 它有它的印和愿 还有它的过 这样的因缘法则呢 实际上真正能掌握的人呢 除了及个别以外 应该说是在我们世间当中 并不是很多的 这样以来很多学者 也是说是真理呢 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 真正认识到终生的疾病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灵的疾病 这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我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 众生的各种不同的疾病 但这些疾病 按照我们的藏义来讲呢 按照我们的藏义来讲呢 实际上病呢 有四百里四个病 你们也许可能看过 就是佛说佛义经 佛说佛义经里面呢 也讲了许多的兵营 沉下秋冬的不同的变化等等 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 终生的这个病呢 我认为 就我们现在很多人有必要就是了解 因为有一百里一个病呢 实际上是 这是前世的一种业力病 那么基层当中 无论如何怎么样治呢 就是有些业力现件 尤其是非常重大的业力现件的时候呢 你都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 就是一百里一个病呢 就没办法就是治疗的 还有一百里一个病呢 实际上在我们寄生当中 包括一些非人啊 或者说一些贵神呢 他们就是造害的 那么他就是通过做一些 就是祈祷啊 做一些特殊的这种 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有转变的 还有一百里一个病的话呢 实际上如果一生去治的话 他可以就是有这个治愈的希望 如果你没有去治愈呢 就会死亡的 还有一百里一个病呢 实际上是你即使没有去特意治疗呢 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们包括一些简单的感冒啊 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不适应的话呢 那么他是不需要就是特意去治疗 那么这是在脏语当中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这种 私不疑点的 最主要的对病的一种认定 或者说是了解 那么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应该也可以观察得到 我们现在事件当中的 终生的疾病呢 最主要的 其实是跟性病有一定的关系 在我们佛教当中讲呢 这个终生的病呢 有生病和有性病 身体的病呢 我们都知道是 就是从吐到脚 就整个身体呢 有各种各样不痛的一些疾病 那么他死依靠一种药物来 就是进行治疗 还有一种病呢 我们内心当中的性病 所谓的性病的话 我们贪嗔痴 骄傲嫉妒 以及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情绪 包括就是现在人们呢 经常所提到的一些 疑郁症啊 包括自闭症啊 还有一些 现在这个情绪不稳定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呢 其实这是一种心灵的这个疾病 那么我们很多的医生呢 他对身体的不适应呢 他有一种办法 就是他可以让他开药 让他就是开刀 或者说说树叶等等 就是用依靠中义 西义的方式来就进行治疗 但是我们很多人 有心灵的疾病 有心灵的疾病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就没办法治疗 其实我认为 作为一个医生 既要动到对身体的治疗 更要动到对心灵的治疗 有些心灵的治疗呢 我们不需要学一个专业的知识 应该学一些比较简单的疏导方式 那这样的话 也许对病人呢 应该是更有意义 更有这种治愈的这种方法吧 现在你们可能在座的人 也应该清楚 有一个叫做是安稳效益 就是这个是非常医学界也好 我们这个其他的事件当中呢 都是大家都是一种 有些人是比较质疑 有些人呢 就觉得是这是特别稀有 但不管怎么样呢 在不同的范围当中 也有起到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一个人的他的心灵 得到的一些正确的信息 那么他给你带来一种正的力量 那么一个人呢 就是他得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 那这个不正确的信息呢 对他的身体和对他的心灵呢 就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力量 就是这是真实的一种存在 我们可能在座的医生呢 有时候在以后治病的过程当中 我总觉得是医生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医生呢 比较年轻 在病人面前呢 这个病死怎么严重的话呢 就是直接原原本本地降出来了 那这样之后呢 病人一下子就 他没有这种兴趣 没有希望了 就非常这个痛苦的 有些病人呢 他有一种善巧方便 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一个 也是一个宗教界的人生 宗教界的人生 按理来讲呢 他有一种宗教的 所谓的修养也好 修行也好 有一些 但他的心脏病得非常严重 很多医生呢 就在他的当面 就是说是 你现在已经 只有一个月的事件的生命了 就如果不做数数 很危险 就非常非常危险 就是让生命极其撤位 虽然他跟病痛的这种对待方式呢 这个宗教人士呢 他对其他人有点不同 他说 我对死亡是不是害怕的 但是呢 我也知道是 我的生命终有一天会结束 不过呢 就是医生都说 是我可能只有一个月的事件当中 所以我还是跟一个月的事件的准备吧 但从此他的这个身体的 就外面的状况呢 就是比较脆弱 然后我去跟医生呢 也在沟通了一下 沟通的时候呢 我找到了就极个别的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有一些点 然后我回来就跟这个人呢 就是讲了一下 其实医生说的是 他非常严重的话呢 也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并没有到得这么严重 后来他的整个病情呢 在我的感觉上呢 就好了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 叫做是这个 安安稳效应 也好这个安稳效应 在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 非常重要 因此我要今天跟在座的各位呢 在以后充斥医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心理呢 就是对身边的人来讲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说说的话呢 就是对别人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选择一种 非常山巧的这个语言 如果没有山巧的语言的话呢 很有可能 以你的语言 就是导致不好的后果 还有一点呢 我想要说的 我们的这种 这个疾病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性 就是有一定关系 而且如果我们阳性呢 一般中语也是讲 这个上等人呢 就是阳性 中等人呢 阳气 然后下等人的话呢 阳身 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那么这是我们 在这个藏义当中呢 也是极其强调的 那么通过阳性 就是对自己的 整个疾病也好 心灵的这种 对抗力 就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力量 这佛教里面 有一个经典 叫做是正法年车经 正法年车经里面 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 性清净 血则清净 血清净呢 就是颜色清净 颜色清净 相貌断言 相貌断言 令人欢喜 这句话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如果性清净 实际上所发生的 任何一些事情的话呢 对你来讲 就是过眼云云 或者说 我们生病也好 家里出世也好 身边发生各种 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并没有 把它当作一个 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 是世界上的 所有的万事万物呢 实际上它并不是很长的 它并不是常有的 它应该会 顺序万变的 在这样的道理 你如果明白 之后的话呢 你的性呢 始终都会得以一种 清净的状态 那么你性清净的话呢 就是整个身体的 我们所谓的血媒 就是什么 这个清媒明点 就中医也是经常讲 这个营养和合吧 就是营养和合 那么营养的 这些很多的道理呢 就是它会调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身体也会健康的 你的相貌也会断眼的 如果相貌断眼 这样的话 让宁人欢喜啊 我们有时候是看到 很多人的状态 就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 他失败了 他失恋了 他失业了 他就栩栩栩栩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他因为心灵的 这个成熟能力特别弱 这个时候呢 他的身体呢 也处于一种 纷乱状态当中 因为他的身体的 纷乱状态的话呢 他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乱造造的 都是一片 一片就是无吐无虚的 无吐无味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整个人们看来呢 也是非常可怜 极其臭鲁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日常生活当中呢 看到就是这个性清净 就是非常重要 其实性如果清净的话呢 在我们佛教当中呢 就是知识最高的一种 这个境界 我看所谓的宗义呢 也跟习义有点不同的 实际上是心应该是 很清净的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看到习义的人呢 好像说话也特别快 谢字也特别快 然后做事情呢 就不管是怎么的 是特别有这种 鸡鸡茫茫的感觉 而很多的仲义呢 就是他有一种 我们佛教里面 讲的是一种 餐种的味道 也就是说 就是餐种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他说话也好 走路也好 谢字也好 或者说核叉也好 都有一种状态当中 他这种状态的话呢 自然而然 就是给我们 迎来了一种 非常激进的 让人一种 特别的这种 宁静的感觉 就这就是 中医跟西医之间的 一种外在的 我们的这个生态上也好 语言上也好 行为上 不同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有时候 可能要应该 认识得到 认识得到什么呢 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呢 应该是自己的心 先得以清净 如果当你的心 得以清净的时候呢 一方面自身的健康 自身的快乐 自身的这个成功呢 就是成功率有上升的 如果你的心 就是没有得到调伏 没有得到自在 没有得到就是平衡的时候呢 那我所带来的 或者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也不一定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有时候呢 我们佛教呢 就是经常讲到平衡 就是调和 其实我以前看过 你们的中义啊 什么叫做中义呢 就是中义有两成意思 一个是中义 就是中国的医学 或者是汉义 汉族的医学 就是这个是叫做中义 还有一种中义呢 就是中义呢 实际上中到 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平衡 要保持心灵的平衡 要保持天地万物之间的 所有的一种平衡 我们佛教里面讲 叫中乖 中乖呢 实际上是 不多于左边 也不多于右边 不多于右边 不多于左边 也就是说 我们保持一种重用 保持中横 就这样以后 人和事情呢 我们都有需要有一种 怎么讲 就是平衡 就刚才我们 短短的时间当中 牛院长也在说 现在我们的欲望 就是应该是 有一种 保持这个平衡吧 其实这一点 我非常赞叹 我们现在 时间当中的所有的人 全是不吃饭 不喝水 不喝饮料 就这样也是不行的 毕竟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的 一个众生 我们需要生存 我们需要 这个世界当中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不能 过于的一种欲望 我们的欲望 特别强大的话 那我们人们 就是极其的痛苦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时间当中 很多很多犯法的这些人 其实大多数是 他们的欲望 没办法就是戒指和控制 而导致的 有一部分呢 他们的诚恨性 就没办法控制 杀人 等等 做很多坏事 因此 在我们世界当中呢 实际上 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很多的快乐呢 其实依靠自己的性的一种调整 而来的 很多的痛苦呢 因为你对自己的性的 本来面目不认识 然后性呢 就是让它自忍 让它放逸 就这样的 而导致我们世界当中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痛苦 那么这一点呢 你们也可能清楚啊 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 包括一些感情问题啊 家庭问题啊 包括一些社会问题的话 大多数的 每个人呢 他自己的性 就是没有控制好 因为性没有控制的原因呢 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导致了 就是许许多多 违法乱纪的事情 同时呢 我们可能 对现在的这个家庭的不和啊 社会的不安全啊 以及呢 就是在我们世界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 让我们 让人 产生恐怖的 产生畏惧的 产生极其痛苦的 这些事情的话呢 大多数是跟我们的内心 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我自己认为呢 不管是中意也好 藏意也好 它是通过 另一种方式来 对我们的身体的治疗 对万物的这种 这个平衡 跳河 这样之后呢 逐渐逐渐 让我们的内心呢 得以平静 得以净化 得以清静 起到了非常大的 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 应该 在某些上面呢 要研究 研究什么 研究当前的 现在正在发生的 各种社会现象 同时呢 也要研究 我们 几千年以来 一直穿下来的 老祖宗的 给我们留下来的 非常的珍贵的 这种文化包裹 其实 我们不应该 把它当作是 一种成就的 古老的 国企的东西 应该在他们当中呢 有非常 这个 珍贵的 昂贵的 一些价值 但是 何人呢 因为 被西方的 各种文化 细脑 被各种文化呢 就是 通缉 尤其是 我们的 所谓的成功学啊 经济市场啊 等等 就这样的 这个潮流下呢 我们 许许多多人 有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这些传承 文化 还有 很多的 知识呢 也许 可能 炮制 老河 甚至 再过 可能 几百年 之后 或者 几十年 之后 的话 很有可能 我们 现在 存有的 一些 特别 珍贵的 东西呢 都 一一的 已经 离开了 我们 我们 现在 藏地的话 实际上呢 有 很多的 非常 珍贵的 一些 佛教 文化 传统 文化 包括 一些 医学 文化 但是 现在 很多年轻人呢 就是 没有 了解到 它的 一些 真正的 价值 在 汉地呢 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 许许多多的 年轻人呢 因为 经常 输到了 就我们 这个 西方文化 还是 国际文化 这样的 一种 从几 或者说 是 通话下呢 我们 自己 本有的 非常 有力量的 有价值的 东西呢 慢慢 离开了 我们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 不得不 关注 还有 我要想说的呢 我们今天 讲 这个 姚师佛 其实 姚师佛呢 在我们 藏传的 医学节当中 每一个医生呢 都 非常的 有信仰 崇拜 包括呢 在从事 医学工作 过程当中呢 都经常 去 祈祷 就经常 去 去 供养 还要念一些 药师佛的 咒语啊 那么这个 我们今天 在这个 科学院当中呢 有些人 可能认为 这是 其中 有一些 神秘的意义 有些人呢 也许 认为呢 就是 这是 就不太 合理的 那么 医学 是一个 非常严谨的 严密的 一个科学 那为什么 是用一种 崇拜 就是 某个偶像 或者是 崇拜某一个 圣来 就是 进行 接触 作用 这是 有点 不合理 也许 可能有 这样的 这个 想法 但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 需要 一些 正面 或者说 需要 有一些 多位观察 因为 在这个 世界 当中的话呢 其实 我们 依靠 自己的 大脑 依靠 自己的 智慧 还不能 了解的 非常多的 一些事情 我自己认为 祈祷 这个 姚师佛的 这样的 一种 力量的话 它是一种 能量 我们佛教当中 经常叫做 加持 但这种加持 你完全 富人的话 恐怕很多人 智慧是有限的 你承认 你承认 佛菩萨的 这种 加持 是不存在的 承认 药的 力量 就是不存在的 承认 我们 咒语的 力量 是不存在的 承认 我们 世间当中 有 许许多多的 一些 吸引力 是不存在的话 恐怕 有一定的困难 虽然 有些事物 我们眼睛 看不见 耳朵 听不到 但是 瘦也是 是摸不着的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 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力量 这种力量 也许在我们生活当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当你的生活当中 没有发生 巨变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 就不一定发现 当你发生一些 特殊的变化的时候 也许你 一切没有相信的话 那到 到那个时候 你会信任的 比如说一个人 他从来不信仰佛 但是呢 你遇到了 就是 非常痛苦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如果世界上 有过佛的话 那我就祈祷他 他会帮帮我 很多人 不信仰佛教 但是在高靠的时候 他去寺院里面去 开始烧相 保佑 本来是不信仰的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很关键 在这个时候 我的有些朋友 他们平时是非常反对 但是呢 他在 比较危机的时候 比较关键的时候 包括一些 有一些部门 来查他的时候 他非要去 去做一些博士 就要求 不要给人和人说 我以前是不相信 有些说是公开不相信 有些说怎么样 反正是人 人一般来讲 到最恐惧的时候 你会可能 比如说我们一个 在水里面穿饭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到处去 去抓一个东西 实在是在 怎么样 也是想抓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人间当中 当你安逸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 觉得是除了我的眼见为师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承认 但你当时真正 你的身体的四大纷乱 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 发生了极其大的改变的时候 你会可能想到 还有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以外 还有一种无性的力量 我希望呢 这个无性的力量来保有我 无性的力量来 来开始救助 有这样的这种 这是一种天理 也是一种自然的吸引力 那么这一点 我以前看过一个叫做 叫做这个 《心理法则》 就是《心理法则》 是国外的 也有一个电影吧 也有一本书 其实我看到这里面 就是很多的这种历练 很多的历练 跟我们在佛教当中讲 我们心就是专注 然后祈祷 就是诸佛菩萨 通过自己心里的 再三的这种祈求和虔诚心和恭敬心 然后呢 就是赐予一种特殊的力量 然后病人也好 自己也好 确实最后呢 就是想不到的一种 带来一种痊愈 或者是得了一种快乐 这是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 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 所以呢 这叫做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法则》 也就是所谓的《心理法则》呢 某个人 就是他心里呢 就是专注某个人和某个事物 或者是某个东西 他一再这样专注的时候 到一定的时候 这种力量呢 会出现的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人 特别相恋一个人 一直想着一直想着 到一定的时候呢 好像这种力量 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找到了这个人 或者是到一定的时候呢 你很想买一辆车 很想就是 卖一栋房子 很想做个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你心里一直专注 但我们表面上 看不出来这个心的力量 但实际上呢 就是它有一种力量 就是这种力量呢 我们可以对 诸佛菩萨的一些祈祷 那这样以后呢 说实话 就是我们 以后如果有一些信仰的话呢 那么就是 在医学或者是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很多中医 中医的一些 这个殿啊 或者是中医的一些 医院当中的话呢 就是都有这个社的一些 药苏佛的像啊 就是在汉地也有 藏地也有 包括秦海 包括在其他地方 国外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的中医的 这个 这个场所当中呢 有药苏佛 其实这是应该非常好 你如果有信仰呢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 你救助 就是对众生 就是有一种大慈大悲的 这种力量 你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艺术 这个像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 艺术品 因为这个姚师傅呢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在汉传佛教当中 大雄宝殿里面呢 就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左边和右边呢 就是分别是 阿弥陀佛和姚师傅 那么姚师傅的左边右边呢 有月光菩萨和日光菩萨 阿弥陀佛的左边右边呢 就是有这个大师之和观影菩萨 那么姚师傅呢 就是它是东方的佛 这个阿弥陀佛呢 就是它是西方的佛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事件来讲 就是现实的佛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其实这些佛呢 就是在同体大悲上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对治病方面 对可以遣除一些痛苦方面的话呢 姚师傅他在营底的时候发了十二道愿 也许你们看过这个姚师如来 这个流利广佛的这个功德奔远经啊 就是这个功德奔远也叫做是姚师经 这个姚师经呢 在韩传佛教当中有很多的版本 包括仪经的版本啊 就是唐宣宗的版本啊 还有这个其他意思的 大概我记得是有四种 四种这个义本吧 就是四种义本 三种义本 这三种义本的话呢 都是非常有加持的 所以我想以后呢 就是如果你对真正的一些病人啊 要做一些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依靠你的一种医术 你的知识 同时呢 也需要有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呢 我觉得是不是迷信的 不是迷信的 我看到爱因斯坦的一个传记里面呢 就是他说 爱因斯坦他说 我虽然不是一个宗教徒 但是我如果有一个信仰的话呢 我信仰于佛教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 在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中的话呢 如果这个科学呢 真的跟得上一个宗教的话呢 那就是佛教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想爱因斯坦也是 他认为是佛教是一种科学 而且这个科学呢 实际上是 就是我们现在人们呢 就是非常信仰的一个道理 在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呢 有时候呢 就认为是自己没有信仰呢 也许是不一定是合理的 因为西方的很多科学家也好 东方的很多科学家 深学家呢 他们呢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 他去研究的时候呢 他最后发现呢 其实我们的 还有世界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值得信任的 值得关注的 这就是佛教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 医学也好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科学也好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 科学工作者 也是医学工作者的话呢 需要有一种 神秘的力量 也需要一种 科学的知识 也需要有一种 古代的这种传统 同时呢 跟现在的这个时代 哇 很好听 这样以后呢 就是说 我的意思呢 我们在座的有些 包括有些年轻人 年轻人的思维呢 就比较简单 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都不相信 读书的时候 什么都不相信 然后到慢慢慢慢 就是随着年龄的成长呢 就是最后有很多东西 是这个信仰的 但是我们 千万不能有密信 什么是密信呢 实际上是 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去信仰 为存在 这就是一种密信 还有 本来是一种存在的东西 我们认为 它是不存在的话 这也是一种密信 所以呢 你的信仰呢 有没有 就是自己 对自己应该观察 应该用自己 有一种徒劳和智慧 否则的话 我们光听 现在人们的一些说话呢 也有一点危险 因为 现在很多人的预言呢 不是很可靠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有些人 他自己喜欢某个人的话呢 他过于的预言来 过分地赞叹他 然后他如果不喜欢这个人的话呢 也是他有种过分的预言来 过分地诽谤他 这就是现在人的一种 网络时代的一种做法 你根本不去观察 就是这个人 比如说一个人 本来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你看不惯他 所以你有非常不符合 世界道理的一些预言来 就经常挖骨 地毁 就一直说他 本来是这个人是很坏的 但是呢 你因为你私人的关系很好 你对他的感觉很好 拼你的感觉来 就是拼命地赞叹他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 是不符合世纪的 应该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 就是对事物的客观 这个存在的这种现象和他的事项 这就是我们人类应该 生存在这里的时候呢 需要就是值得掌握的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工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本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不愿意当坏人 不愿意当不好的人 可是呢 因为这个生活的逼迫 和因为工作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可能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坏事 我们有些人本来自己说话 就是不愿意说网语 但是呢 因为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 就是对这个家庭啊 对单位啊 对其他人的一些被迫 你如果不说网语的话呢 你自己也有时候是很难以细进 所以呢 就经常就是说一些网语 佛教呢 有时候把它称为是方便网语 但是不管加方便也好 不加方便也好 实际上这个网语呢 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说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现象与事项 或者是理想与事件当中呢 会发生的问题和冲突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很多事情是 也是比较无聊的这个事情 这也是不得不面对的 最后一个呢 我要想说的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实际上也跟大家 就是提出一两个希望吧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作为中一工作者呢 一定要坚持 我看到很多 很多学校毕业的人啊 就是到最后呢 就是不能坚持 跟自己的专业 就是不服务的 最后选择一些其他的 就哪里 就是挣钱的多呢 就是去 去寻找哪里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哪里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前途 将来家庭有利的 去寻找这样 当然这样也是 在特殊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但一般来讲呢 我想我们做一个医生的话呢 实际上第一个梦想是什么 就是要想帮助别人 就这个是最重要 作为一个医生呢 他在生活上 是我觉得是不会倦迫的 如果他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他就不是天天地 是用一些摄氏品啊 他的生活品位 没有要求特别高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具有一些知识的人 就是他不会 就是生活上是有极大困难的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动到现在的这个传承 我有时候看见 就是我们这个藏仪也好 包括你们这个中仪的话呢 实际上有一些端串的这种感觉 再过五十年 能不能卫生下去 我现在看到有些意愿啊 就是不要说发展 就是念生存的很大的困难 生存的很大的困难 在这个时候呢 就不得不就是接住一些 包括一些戏意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 其实这是按真正的中医科学来讲呢 不一定是非常合理的 虽然我们现在在不设计传统的技术上呢 需要创新 需要什么呢 需要改革 需要什么呢 需要就是借助现在的这个科技技术 这是不能离开的 但是如果我看到有些 有些中医学院或者是有些的话呢 好像习以为主 中医为父 有这种现象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老祖宗的一些传承呢 就是可能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时候没有自信了 如果自己没有自信的话呢 那么就是传递给别人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要动到这个前辈的这些仪式们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所讲到的真正的道理呢 自己要灵回 要用到世间上 只有这样才把这个文明呢 就是可以传给后人 就像我们藏传佛教 我们现在藏传佛教的话呢 实际上呢 如果没有人弘扬 没有人传授的话呢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 很有可能断档 很有可能断传承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中医呢 有时候呢 也可能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大的这个浪潮下 就是在这样的趋势下呢 很有可能到一定的时候呢 我们古老的这个传统呢 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是退化 或者是慢慢慢慢消失 有这个可能性 因此呢 作为中医工作者 我觉得呢 我经常遇到一些 我的一些藏族的这个同胞 就是他们充实藏义工作的时候呢 我也跟他们讲 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呢 就是不能跟这个经济挂钩 一旦是你的心里面 只有金钱的时候呢 可能你的医学是不会清净的 不管是你开放也好 你对病人不负责任 你对这个自己的文化不负责任 你对何人不负责任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呢 完全我们的良心被其他的动物已经吞完了 在这个时候呢 你所充实的这个纯洁的这种 这个白衣天使的事业的话呢 恐怕是可以打这口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希望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纯正的心 应该有一个坚定的心 无论是遇到就是任何的困难的话呢 我们自己都有一种责任性 我的命运既然是在中意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市民 就是有因缘 那有因缘的话呢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前一段时间我去加拿大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当天我的这个身体不太好 就是然后大提了一下 就是他们说是 也是好像是你们这个学校过去的吧 就是有一个开的一个中意的证术 就然后里面很干净的 就是这个 他丈夫是做一些按摩退了 然后他妻子呢 就是做开开一些中药 然后我开了一天 就是本来要求是第二天 但是第二天我没有时间 那我吃了以后呢 就感觉非常好 就是当天就非常有药 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些西洋人 就是他们这个加拿大的 他们说中国的中意就是特别特别好 就是他们都 因为一般西方的一些国家的 他们的治疗方式的话 有家庭医生 然后家庭医生呢 就是增短之后 如果严重的话 你再去大医院去检查 然后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到就是很多西方人就是在在那里就是抓中药 后来我就了解了一下就是我说你们就是不在中国就是到这里 他们还是愿望是很大的就是他们说我们到这里呢 并不是为赚钱目的我们很希望就是一方面是就是中国的这个中意的这样的文化呢就是在西方呢也不管是大小的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尼受能及的范围当中就是传承下去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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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是通过跟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化呢就是融入 就这样之后就这样之后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是像这样的有些不是为金钱目的的不被就像莲花不被这个利涂染污一样的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当中的话呢 作为医生呢应该要这个纯洁 因为我觉得是一般的其他的一些人呢他做生意做不好也不要紧的是个人的一种得势问题 而其他的一些人他的工作不好的话呢也是个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他的工作做不好的话呢他用生命来玩耍 所以非常危险的医生和老师呢如果好的话对无数的人应该有非常大的力量和帮助 医生和老师呢如果他当的不好的话呢对这个人类也非常的有害 对个人来讲也是我们佛教这样的造的业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在他手里呢经常有很多活生生的生命 那这些生命呢你如果不负责任的 现在即个别的一些即少数的一些医院里面所发生的一样的 就是你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为了各个目的的话呢 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作为医学员的一些师生的话呢 第一个是医德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们的传承就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呢就是始终都是要一种 现在的有些话来讲叫轻怀 就是需要有一种慈悲心 这是佛教里面就是这样大臣大慈大悲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信怀就很重要 作为一个仪式的话呢也是需要一种慈悲心 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呢 恐怕是我们的很多工作呢 实际上是不一定是有利的 时间当中有一种说法叫 女士的信 就是那个当女士的信呢就是最硬的 当一生的信呢就是最软的 因为女士的话呢就是在大观世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别人杀人犯或者是贪母犯 他明明知道是这个是不合理的 但是为了就是得应为了这个为了得胜呢 就是他一定要就是想办法就是就对这个事实呢 就是有一种反方面的这个辩驳 所以一般律师的话呢就是可能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他的心是最硬的 那作为仪式呢作为仪圣的话呢 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他的心是最最弱的 看到特别可怜的 哪怕是对自己关心不好的怨恨的敌人 今天病得非常脆弱的时候呢 你也会可能毕竟是他是病人 毕竟是他是我的病人 然后去全力以赴的去救人 去治疗他 这就是我想我们很多的诸佛菩萨呢 就是其实是也是在我看到的有些经论当中呢 也将魔法时代的时候呢 诸佛菩萨就是以这个一生的方式来救人 我以前翻译过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这释迦牟尼佛在在因地的时候呢 他发愿就是将来呢 就是变成这个一生了 就将来变成一生了 他觉得是其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做国王也好 做大臣也好 做其他的这个包括一些法官的话呢 都造了很多的业 如果是当一个一生的话呢 确实是对众生利益很大 所以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呢 他发愿就是将来当一生 就是这是如果我们做好的话呢 我觉得是无论是学中意还是学习义 什么样的话呢 都是一生的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大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以前就身体不好 就是经常去看病 不管是看中意看藏意看戏意 每次每次看病的时候 我首先要看这个一生的一生的表情 就是一生的表情好一点的话 心里很快乐 一生的如果态度不是很好的 好像无缘无故的气势雄雄的来的时候呢 就是心里很很很很痛苦 但是呢也不敢说什么 就是所以我以前就是在汉地 有些城市里面去去看病的时候呢 有些医生也欺负得很厉害的 但是呢我后来只是把蚊子上把它写出来 就是说之外 当时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恭敬 不得不恭敬就是 但后来我蚊子上呢 因为心里不负的原因呢 我也就可能 也许你们看过我的一些书啊 有些书的话呢 我当时有些医生的态度啊 有些医生的表情啊 有些医生的 有些不好的就是对病人的虐待啊 就这些也是写出来了 然后我又写过了一些医生 对病人的这种 一种 什么大爱无奖吧 就是就非常的这个慈悲和光慧呢 也是写出过去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自己当病人的时候呢 才知道是这个医生呢 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重要 但是作为医生的话呢 也许可能大城市里面的人 就是天天病人太多了 就是我昨天去看病 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医生们的已经骂目了 就是就人太多了 我觉得我自己也像 我自己如果是在这里当医生的话呢 我也会骂目的 因为那么多人就是一直一直看的话呢 就是到最后可能 不可能就是自己的这种慈悲心一直保持啊 就是一直长期这样下去 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 我也特别理解就是很多医生的心态和行为 但总的来讲呢 我们这个学业啊 就是对人类来讲非常的有意义的 一方面呢 他对当下的我们特别可怜的很多人呢 就是有这种充信生命的 有得充信的这种充获的一种机缘 就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我们特别珍贵的这种传统啊 就是这种呢 要这个继续下去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职业呢 就是非常这个伟大 但是呢 我们要做下去的话呢 就是也许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理解 也许很多人是不一定信话 也许很多人是不一定赞叹 但无论什么 我们要做事情呢 并不是因为赚钱为目的 并不是因为民生为目的 应该是有没有意义为目的 昨天我遇到一个我们藏族的一个领导 他的官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他说我现在不想当官 我下来就是当一个 他以前是学艺的 他说我要么是当一个医生 普普通通的医生好意的 要么我当一个小学老师好意的 我说你小学老师可能配不上不好吧 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 对终生有意义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认真的人生的价值当中呢 也许我是学习大乘佛法 我的看法跟你们的看法 不一定是相同的 也许你们觉得是自己的 家庭生活 这些是在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 但我觉得呢 我们能帮助身边的人是最有意义的 也是这个耀寿佛的这种加持和力量 也是我们医学科学工作者呢 他应该是需要做的一个 非常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 有了这种责任感的话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就是会变得就是越来越美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